《孔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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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高兴給大家介紹這一張DVD 這DVD是從孔毅很暢銷的一本書 叫做《銀戰扭轉力》 那你給它製造出來了 那我們這個DVD是很難得的 什麼難得法呢 因為他是這個作者 這個作者是經過很多從很基層的 甚至用掃地的方法 一直做到從工程師不同階段的工程師 然後做到不同階層的經理人 最後做成公司重要的決策的人 還有變成創業家 那後來他現在就是一個社會貢獻家 所以他把這醫生 這些不同的階段 遇到的困難跟解決的方法 把它很有系統的 把它歸納成五個扭轉力 然後他還把這五個扭轉力 裡面哪一個扭轉力是最中心的最重要的 都把它一一給它列出來 他也解釋這些道理 也用很好的例子很生動的例子 讓大家能夠感受得到 那大家就是讀著讀過之後 一定會思考 會去實行 然後會去嘗試 然後會去調整 把它的生涯更加開心 我特別喜歡他最後那一張 叫做得力的那一張 因為他說一個人的誠信政治 是所有這些力道的最重要的源頭 那記得以前有人 他在已經很成功的時候 有人去問他說 成功的秘訣在哪裡 他說成功的秘訣 假使你到了某個階段的時候 大家的財力才能都差不多了 那你怎麼比別人贏過別人呢 就是你非常有誠信和政治 其實說得很對 因為假使一個人沒有誠信政治的話 一個大公司怎麼會把這麼大的責任 教他去管理呢 好 那孔毅在學術 在技術上 跟那個創新的這些成功呢 怎麼看得出來 你可以從他那些 他有很多稱號嘛 支付支付 所以他是IRAM支付 他也是那個PDA手機支付 又是PDA 又是手機中文化支付等等 可見他這個人呢 是很有遠見的 也很有創意的 他也會想著好的方法 而且呢會把這些方法 給他實行出來 孔毅這一版DVD 是擺看不厭的 你看了一遍之後呢 下次你再看呢 你會覺得會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呢 會看了一遍又一遍 讓你不斷的去思考 讓你不斷的去嘗試 讓你不斷的去調節 你的那個生涯 所以大家用了這個DVD 就看了一遍又一遍之後呢 你就越來越邁向成功之路 謝謝 謝謝